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很好 这样我们的先修课程大家都学了 因此听起我们这门课来说应该没有任何困难 相信对我们学数学的同学们给大家的印象就是脑子非常好用 很聪明 因为你们不断地学一些数学的一些逻辑思维不在在锻炼 那么这门课我相信对大家来说没有什么难度 没有什么大的难度 但是要求大家还是应该认真听 尤其是我们的上机实验要认真做 有的时候可能你明白它的原理 但是你可能动手少的话 那么将来不管你是走上工作岗位 如果用到这个数据库的也好 或者将来的考试中也好 可能有些同学总是不容易过关 总是不容易过关 所以还要认真对待 认真听讲 那么有什么不明白的问题 我给大家留一下我的一些联系方式 那么同学们在任何情况下 如果你有空都可以打个电话 或者直接到我办公室 有什么问题可以来咨询一下 那么我的办公室在 在这个办公大楼的302 就是我们办公楼302 办公的电话是这个电话 82911056 如果大家在这个校内打的话 就打1056就可以了 1056就可以了 那么有同学还喜欢用email是吧 email 就是咱学校的这个信箱 sdfi.edu.cn 全评 我姓名的全评 saryng sdfi.edu.cn 大家可以通过email对我联系 那么这样 咱们在上课过程中 学习过程中 有任何问题 希望大家也欢迎大家 这个 及时提出来 及时解决 那么下面呢 我就说一下我们这门课的一些大体的一些情况 我们这门课的教材呢 我看到同学们都拿到了 是我们自己的一本教材 就是 知识库原理应用 我们刚刚出的这本教材 那么同学们呢 我们上课是以这本教材为主了 但是给大家推荐 这本参考书 那么 一个呢就是这个 数据库系统原理非常经典的一本教材 就是 王山和萨什轩老师 就是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教材 那么 王山老师 萨什轩老师呢 应该 他们是人民 中国人民大学的 搞数据库的 应该说是我们国家搞数据库 这个领域的一个 应该说是先驱者 先驱者 他们最先搞的 并且搞的是在全国是最有名气的 因此他的这本书呢 如果大家需要的话 也可以去参考一下 去参考一下 另外除了这本教材之外呢 还有这个 就是这个复旦大学 施伯乐老师 他们编了一本教材 他也是非常有名的 数据库领域的 这个学者专家 施伯老师编了一个 数据库系统教程 大家也可以参考一下 特别有些同学 将来要考研究生 如果你要考到 数据库这门课的话 那么尽量还要找 这两本教材 参考一下 那么另外呢 我们还有就是说配套的 特别是王山这本书 有个配套的一个习题集 也挺好的 有些习题的正确答案 都在这本书里都有 那么这是关于 我们的理论学习部分 基本参考书 给大家说一下 那么我们 这个数据库课程呢 它的这个 有个特点 就是实践性比较强 我们计算机的 很多课程 特点都是实践性很强 那么我们的上机实践 我们用到的软件呢 就是CQ Server 2000 这也是我们目前 在不管在业界也好 还是在什么也好 就是说非常流行的 一个开发软件 CQ Server 这个数据库 开发软件 那么CQ Server 2000 我们会在实验中用 那么我们在教材中呢 也涉及到一部分内容 那么这个呢 如果大家需要 就是参考教材的话 参考参考书的话 给大家推荐一本 就是李春宝老师 编写的CQ Server 2000 这个应用系统开发教程 目前应该到第二版了 不错 因为看到很多 大家知道 CQ Server的书有很多很多 但是很多书呢 仅仅是把它的一些 比如说一些英文的一些资料 把它翻译过来 并且翻译的水平很有限 那么看起来很费劲 那么因此 我给大家推荐这本书呢 大家也可以去 去借一借 或者购买一下 那么通过 这些参考书和教材的学习呢 希望大家通过 这门课程的学习 不仅了解 我们数据库工作的原理 和它的 就是运行的机制 那么你也应该 能够学会 用CQ Server 2000 来开发一个 数据库应用程序 这对大家的要求 那是我们的教材和参考书 那么 那么为什么我们要学 这个数据库 这样一门课 特别我们同学们 是学数学的 不过我们学应用数学的 为什么要学 数据库这门课程 大家都知道 实际上我们现在 同学们每时每刻 你可能都要跟数据库 打交道的 只是你可能没有意识到 都没有意识到 比如说我们同学们 你说你这两天 你要选课 选课 我们的教务系统的后台 就是一个数据库在后面 就所有的课程 所有的班级信息 所有的教室信息等等 分别形成了 数据库中的若干数据 存放在我们后台的 数据库里面 那么要用到 那么同学们到图书馆 去借书 我们所有的图书信息 都在哪里 也是在他的后台数据库上 都是在数据库里面 那么到今天 我们同学们经常在网上做一些 特别是现在外国应用 这个这么广泛 那么同学们可能在网上 也做一些操作 比如说我们同学 可能在网上都买过东西 是不是 举个例子说 比如说你要上当当网 去买本书 那么这时候呢 你恐怕一个是要在他的 去选一选 你有没有这本书 那么当当网 后面它有一个数据库 里面呢 就存放着所有的图书信息 对吧 你可以一点 会查询一下 哎我要这本书有没有 它是哪个出版社出的 多少钱 当当网上卖多少钱 这些信息都可以存放在 数据库里面 好 选中一本书之后呢 大家恐怕要干嘛了 要购买 是不是 要购买 那么购买的时候呢 那么可能需要你 比如说下一个订三 那么这个网络 同时有多少成千上万 甚至上亿的用户 在使用这个网络 那么我们每个人下的这订单呢 有很多很多订单 这订单怎么去 把它们存储起来 管理起来呢 仍然是在当当网的后台 它有一个什么 订单的库 管理订单的数据库 仍然是数据库 好 我们下了订单之后 当然你要付款了 是不是 你要付款 假设说你要选择 网上银行付款 现在大家都有 可能都有一个银行的 一个卡片 这个卡片呢 银行都将你推销 你可以免费使用 它的网上银行 非常方便 那么通过网上银行 大家去付款的这操作呢 实际上也要跟你相应的 你那家银行 它的后台数据库 打交道 对吧 要提取你的 你这个数据 你这个账户里边 有多少余额 那么你买了这本书之后 付款之后 你还剩多少余额 还剩多少钱 那么这些信息呢 都要保存在银行的 后台数据库里面 因此呢 通过这样一个 一个简单的 一个web应用 大家可以看到 实际上你跟后台的 很多数据库 在打交道 因此数据库 是我们目前 你在生活中 应该成为一个重要的 不可或缺的 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因此呢 它的应用这么广泛 那么就值得 我们来学习 它这个数据库的 原理是什么 特别是 我们如何能够 更好的去应用数据库 更好去应用数据库 那么在这里呢 实际上我们主要讲 就是数据库的原理 以及比如说 我怎么去编写 一个数据库的 应用程序 比如说 我怎么去编写 当当网上的 这些网页 这些看到 大家直观看到的 这些网页 实际上它是一个 web应用程序 怎么去编写 那么都是我们 这门课的 要给大家介绍的内容 那么 那么我们这门课呢 这门课程呢 目前我们已经被评为 这个山东省的 这个省级的 这叫精品课程 因此我们所有的 网络的 所有的这个 关于授课的一些内容 比如说我们的课件 我们的课后习题 我们的一些案例 等等 都可以在网上找到 都可以在网上找到 那么同学们呢 可以上我们的校园网 在目录里点击一个 网上课堂 网上课堂里面 有一个精品课程 在好像在最后 最上面这排 这个菜单最后一下 有个精品课程 那么里面 大家找一下 就是2010年 省级精品课程 那么就找到 我们这门课 数据库原理应用 那么我上课的一些课件 大部分都在网上都有了 都有了 大家随时课上 如果有疑问 那么你课下 都可以参考 我们的一些 网上的一些 学习资源 学习资料都可以 那么这是关于 我们这个课程的 整体信息 那么最后 大家关心的 就是考试问题 考试问题 那么 我们这考试呢 和咱俩其他的考试 也都一样 我论是平时占了30% 那么期末考试 占70% 这个内容 那么平时 这30%呢 主要的是 由这样几项组成的 那么一个很重要的 一项就是 期中考试了 我们期中要做一个测验 期中考试一般 占20%左右 也有可能15% 另外一个很重要的 一个就是实验报告 上机实验报告 那么我们的上机 刚才看到 用Facial Server 2000 我们所有的实验指导 在我们这个书课后面 就是要求都提在课后面了 那么大家上机的时候呢 可能明天就要上机了 同样要把这本书带着 要把这本书带着 那么上机呢 是另外一个耿老师 给大家带上机 耿老师 才来给大家带上机 那么一些要求 耿老师会说 会总体说 那么除了期中考试 上机实验报告之外 当然还有一些课堂表现 以及我的布置一些作业 也占一部分内容 占一部分成绩的 一个组成部分吧 那么这里呢 主要是有的时候 可能不定期的 点点名 或者提提问 或者呢 希望大家把作业教一下 把作业教一下 抽查一下 那么这是我们的考试 考核 怎么来进行 在这里呢 要说一点 就是说 大家一定 就是 就是把握好 我们这个机会 就是 希望大家到期末考试的时候 大家都能够通过 不要想的是 我去还考啊 我到处去补考啊 想这个事情 补考的时候 就没有 大家注意一下 大家知道补考 还考的时候 就没有这个平时成绩了 也就是说 你必须期末考试 也就是说 或者你补考 还考的试卷 必须是怎么样 60分以上 是吧 你才能通过 能通过 那么 因此希望大家第一次 一定要把它通过 另外我们的考试呢 大家都知道 现在出AB卷 我们数据库 这门课程的考试卷 A卷 B卷 它会 交处会随机抽一份 做我们的考试卷 那么另外一份 就是我们的补考 或者还考卷 对不对 但是这两门 这两个卷子 没有一份是重复的题 没有一份是重复的题 所以现在一定要认真 踏踏实实的学好 我们第一次通过 说一些题外话了 上面进到我们这个课程里面了 我们这个课程呢 大家看教材也可以看出来 我们一共分成了八张内容 八张内容 那么第一张呢 就是一些基础知识 数据库的基础知识 那么第二张介绍关系模型 关系模型 也是目前最流行的 几乎是都在使用的 一种数据模型 关系模型 第三介绍关系数据库的标准语言 SQL 这个大家以前学过 是不是 那么我们就把一些 大家可能原来设计比较少的内容 我们再给大家补充一下就可以了 那么第四张的所谓的SQL高级优用 我们就讲 那么SQL语言它有扩充 有一些扩充 比如说SQL Server 对SQL语言的扩充 它叫Transact SQL 或者叫PSQL 因为在这里面 不仅仅是我们以前接触到的 Select Delete Update 这样的SQL语句 或SQL命令 那么它还有它的一些扩充 那么通过这个扩充 你就可以用SQL Server 它对这个SQL语言的扩充 可以进行编程了 可以让它进行编程序 那么我们第四张介绍 最后的高级应用 那么第五张介绍 它的规范化设计 就是说数据库 大家知道 数据库里面 比如说我们熟悉的一个学生数据库里面 可能有很多表 比如说大家知道 比如我们有这个学生信息表 是不是 基本信息表 可能我们还有课程表 可能我们还有关于这个 咱们同学们选课的这个信息 比如成绩这样的表 也就是说一个数据库里面 可以包含若干张这种 所谓的二维表 那么你每一个人设计呢 可能有不同 有的人设计 比如说让你来设计一个学生数据库 你有可能想 我把所有的信息 全放在一张表里面 可不可以呢 也不是不可以 是不是 我把你这一张表里面 包含同学们的这个一般信息 像姓名啊年龄啊等等 系别啊等等信息 那么还包括同学们的选课 所有的课程信息 还包含同学们选课的成绩信息 全在一张表里面 一张很大很大的表 那么也不是不可以的 但是呢 像这样 你是把一个数据库设计成一张大表 还是把他们设计成几张不同的小表 啊 那么哪一个好 哪一个不好 这是一个数据库的设计问题 啊 设计问题 那么在第五章 我们就要给大家介绍 什么样的设计 是好的设计 你要做一个应用程序设计员 你要做一个数据库设计开发者 那么你应该遵循什么样的理论啊 或者什么样的方法 来进行数据库的设计 才能就成就像编程一样 有的编的好 效率高 有的编的也能运行 但是可能转来转去 就是好像这程序 这个逻辑性啊 或者比较笨一些啊 那么什么是好 什么是不好 第五章给大家介绍啊 那么第六章呢 就是我们在前面 这张介绍基础之上 我们就来看 如何去开发一个数据库应用系统啊 如何去开发一个 做一个数据库程序啊 数据库应用程序 也就是说用户通过你这样的数据库应用程序 比如说简单的 大家可以编写一个图书借阅系统 那么通过你这个图书借阅系统呢 就可以简单的来来借阅图书啊 你就可以对图书进行管理了 应用系统的开发问题 那么第七章呢 就是一个数据库的运行控制 也就是说我们的数据库 它能够运行下来 运行状况良好 不会出现问题 它有它的后台控制机制 也就是说 它有它的这个软件 有这个系统软件 有它的编写原理 那么这里呢 我们就是在本科阶段呢 我们只是简单的给大家介绍一下 数据库的运行控制功能 那么如果大家将来再去上研究生阶段 可能还会再去讲数据库 那么他们更详细的 更多的可能在这个地方啊 给大家做讲解了啊 那么最后一章是关于数据库的高级应用啊 那么就目前 数据库发展到现在为止 还往后发展是什么呢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数据仓库 数据库中的数据呢 可能啊 像说比较大了啊 可能有几个GB啊 或者几个几个几个这个 多号几十个呀 GB啊这样的一个一个大小啊 那么如果再大啊 所谓的TB或几十TB 这么大的数据库 它怎么把数据怎么去管理起来 那么用数据库可能就不是那么合适了 尤其在这样的系统里面 它可能存放了一些 比如说一个企业运行百年来的数据 可能都放在这个数据库里面 有很多是历史数据 那么这些数据干什么作用呢 做有什么作用呢 可能进行决策分析 决策支持 这时候呢 可能又要用到数据仓库啊 这样的系统了 也就是说数据库的一些高级应用 像数据仓库 数据挖掘 我们在第八章啊 给大家介绍 那么是这是我们整个课程的 整体安排啊 给大家介绍一下 下面呢 我们就进到第一章了 数据库基础知识 这一张内容了 那么这一张呢 也主要的啊 就是介绍数据库的基础知识的 基础知识 包括它的一些啊 基本概念 包括我们这个数据模型 都有哪一些种类 以及啊 数据库管理系统 它的体系结构 等等的一些内容啊 那么首先啊 我们先看一下数据库的基本概念啊 数据库的基本概念啊 数字符号数据这个大家比如说呃 同学们有个同学某门课 数据库的门课最后考了95分 那么这是95就是个数字 它就是一个数据 没有问题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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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